字幕君 字幕君 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y 今天來和大家分享如何用最快的速度 收集其萬聖節系列的南瓜DIY 以及如何用最少數量的糖果 甚至在一顆糖果都沒有的情況下 就可以玩轉萬聖節的夜晚 影片開始前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加入頻道會員 打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通知啦 10月更新後 新出的南瓜系列一共有14張DIY 獲取圖鏡在之前的影片有講過啦 還沒有看過的小夥伴請點擊屏幕右上角的card去看吧 大致分為4個圖鏡 在10月1號到30號 每天查崗在家做DIY的小動物 每天記得打氣球和減飄流瓶 都有機率收集到10張南瓜系列的DIY 剩餘的4張DIY則是在10月31號萬聖節的夜晚才會拿到 那問題來了 如果你沒有辦法堅持在接下來的一個月 每天上線 查崗打氣球該怎麼辦呢 不要擔心 動森這款遊戲是非常親民的 如果你沒有收集其10張南瓜DIY 在萬聖節夜晚也可以一口氣補齊的 好啦 接下來的影片內容涉及時間旅行 介意和擔心劇透的小夥伴 現在有5秒鐘的時間給你們可以離開現場哦 5 4 3 2 1 不介意時旅和劇透的大家 那我們就繼續啦 來到萬聖節的夜晚 17點鐘之後 南瓜王會出現在你的廣場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和小動物們還有南瓜王進行交易 來獲取你還未收集到的DIY以及家具啦 交易的方式是給他們糖果來換取回禮 小動物們的回禮包括棒棒糖 DIY 萬聖節家具 南瓜王的回禮則分為兩類 如果你給南瓜王糖果 他回禮給你南瓜王面孔 南瓜王長袍和南瓜 如果你給南瓜王棒棒糖 他回禮給你南瓜馬車成品 南瓜馬車DIY和南瓜棒DIY 他們會記得哪些DIY你還沒有學過 只會給你缺少的DIY 也就是說萬聖節夜晚 我們需要大量的糖果去做交易 換取DIY 至於糖果獲取的方式呢 10月開始 Nook商店的廚櫃售賣糖果 每人每天卻只能購買一個 如果你已經有囤足夠大量的糖果 那就不停的在萬聖節和小動物們 還有南瓜王做交易就好啦 這裡建議是至少準備25顆才會夠用 如果這條影片我要跟你說 準備工作就是10月每天去商店購買一顆糖果 足足需要留到25顆 到萬聖節才去一口氣換取沒有學到的DIY 你會不會覺得這條所謂的速刷DIY影片是被騙了呢 哈哈 安妮當然不會這麼騙你們的 接下來教你如何用最少的糖果 甚至一顆都不準備的情況下 就可以白嫖拿到所有的DIY 準備工作非常簡單 就是去裁縫店購買一件萬聖節相關的服飾就可以啦 接下來我會用我的二島胖丁的帳號 來給大家演示一遍如何零糖果 也能做到快速收集到完整的南瓜DIY吧 首先我已經來到了10月31號 先來裁縫店購買萬聖節主題的帽子或者服飾 這個時候我的身上是一顆糖果都沒有的 萬聖節系列的DIY我之前也只學習了一張 因為需要給出糖果才能換到DIY和家具 那我們現在就去索要糖果吧 對的你沒有聽錯是去索要 如果你和室外的小動物講話 他們是會向你索要糖果的 如果你給了糖果就可以進行交易 如果你選擇不給他們就會塗鴉你的臉 如果你身上沒有糖果 他們便會放棄像你索要 甚至還會施捨給你三顆糖果 但是這個只會觸發一次 然而三顆糖果怎麼夠用呢 接下來就是教你向小動物們反向索要糖果 第一種方法是無限薅羊毛的辦法 針對室內的小動物 只要你去和室內的小動物講話 並且穿著萬聖節主題的服飾 他們就會分你一顆糖果 注意哦 如果你沒有打扮成萬聖節主題的衣服 他們是會拒絕你的 那這裡我試驗了兩個島嶼 都是有三隻在室內的小動物 我們分別去找他們每人要一顆吧 分別向他們索要一顆糖果之後 如果你立即向他們再次索要的話 他們會說讓你等一下再來 這裡有攻略講的是進出建築物 比如服務處一次 就可以重置向室內小動物再次索要糖果 然而我自己測試了很多次 發現和進出建築物並沒有關係 如果你索要過一次之後 立即進出一次建築物 室內的小動物還是會拒絕你 叫你等一下再回來的 而我們真正需要做的事 直接等待5分鐘 不需要進出任何的建築物 就可以再次向室內的三隻小動物 索要一輪的糖果啦 接下來就是進入無限的循環 第二種索要糖果的方法 是假裝成南瓜王向小動物們索要 這裡首先你需要給南瓜王兩顆糖果 南瓜王會分別給你 南瓜王的面孔和南瓜王的長袍 你穿上他們之後呢 就會跟南瓜王長得一模一樣 然後你去和室外的小動物們講話呢 他們就會誤認為你是南瓜王本人 乖乖的給你交出一顆糖果 雖然在給完糖果之後 他們是會識破是你本人的 這個假裝是南瓜王的方法 針對室內的小動物也有用哦 但是不論在室內或是室外的小動物 假裝是南瓜王的辦法只能使用一次 這之後他們就會記得南瓜頭下面的其實是你本人啦 所以可以無限索要糖果的方法還是第一種 每間隔5分鐘 進去找室內的小動物拿一次糖果吧 這樣子一圈下來 我已經從0顆糖果收集到25顆啦 嘿嘿是不是很神奇呢 那有了足夠的糖果 接下來我們就去找室外的小動物 還有南瓜王 兌換還沒有學過的DIY 家具還有表情吧 影片最開始提到過 給小動物們糖果會得到的回禮 包括棒棒糖 未學過的DIY 家具類 包括地毯 地板 壁紙和掛飾 另外第一次給小動物糖果的時候 他們也會教你學會驚嚇這個表情 第二個表情 嚇人 則是會在第一次給南瓜王糖果的時候 南瓜王會教給你的 這兩個新表情都好可愛呀 而且表情頁面整整多了一頁空白 看來以後會增加更多的新表情呢 那不停的和小動物們交易糖果 他們就會給你還未學過的DIY 和萬聖節的家具 還有棒棒糖 那這些回禮都是隨機的 當你和小動物們交易過一輪之後 他們會暫時不再接受糖果 這個時候你可以進出一次建築物 就可以繼續找他們進行交易啦 交易一輪進出一次建築物 就可以繼續交易 這樣子很快就可以學到很多的DIY 要注意的是 棒棒糖是要之後給南瓜王的 我們至少需要三根棒棒糖 南瓜王會一次分別給你南瓜馬車成品 第二次給你南瓜馬車DIY 第三次給你南瓜棒的DIY 在這之後呢 你即使再給他棒棒糖 他也只是給你南瓜王的面孔而已啦 所以就不用再浪費了 這裡是給南瓜王糖果和棒棒糖 他的回禮清單 是按照順序的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來決定給他多少個糖果和棒棒糖 那我實測一圈下來發現 學完所有的DIY 我一共用了23顆糖果 耗時15分鐘 加上之前速刷糖果 耗時20分鐘左右 所以即使你和我的二島這個賬號一樣 從零開始 35分鐘內應該就可以收集齊所有的南瓜系列啦 影片的最後給大家畫一下重點 從零顆糖果開始 小動物會施捨三顆糖果 第一步 給南瓜王兩顆糖果 換取嚇人的表情和南瓜王面孔還有長袍 假扮南瓜王 向10個島民徵收10顆糖果 第二步 穿萬聖節主題的衣服 每間隔5分鐘 拜訪一輪室內的小動物們收集一顆糖果 直到拿滿25顆為止 第三步 用糖果和小動物們交易DIY 家具 驚嚇的表情還有棒棒糖 第四步 用棒棒糖和南瓜王交易最後的馬車 還有南瓜棒的DIY就結束啦 以上就是今天這支關於如何速刷 萬聖節DIY和從零開始速刷糖果的教學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的影片 請大家不要忘記幫我點個贊 和訂閱我的頻道 加入Discord還有頻道會員支持我吧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Bye Discord